大家好,又到了美洲特价精选时间 根据周四晚上特朗普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 微信可能会被封禁 至于其他盟国会不会跟上 我们认为这是早晚的问题 不过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和家人联系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聊聊家常就行了 回国后重新安装 还是可以互捧换友的 再说啦,YouTube上有这么多人陪伴 我们同样玩得很开心 说实话,这一周食品价格有所上涨 好在特价不论是品种还是价格 都挺给力的 那我们就买特价品好了 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周主要的特价商品都有哪一些 Price Mart大块五花肉还在打特价 每磅三块九毛九 感觉是有点大 好在是新鲜 回家就能轻易的切成三刀 一般这样一刀五花肉都要十块多 而这一块算下来 每刀也就七块多 超级划算的 里脊肉每磅三块四毛九 应该是打灯笼也难找到的好价 当然不能说正价 就是打特价一般也要五六块钱的 何况这只是单条装 没有以量大来清销的嫌疑 购买时也没有吃不完的担忧 看到这样的特价 打心眼高兴 大统华这一周 终于没了荔枝 吃了一个多月 也知足了 蒜苔一块七毛九两扎 新鲜脆嫩的 算是近期少有的便宜 还说姜葱蒜要大涨呢 没看到那些主角上涨 意外看到这个配角降价 就开心的吃吧 竹笋每磅两块九毛九 看上去可新鲜了 还记得两三个月前 那竹笋还不怎么新鲜 要八块多呢 当时看价格就吓了一跳 不知得多耗这一口 才会在那个价钱买来吃 现在好了 爱吃的尽情吃了 太子龙虾 每只九块九毛九 这样一只龙虾一磅左右 吃起来就没有胆固醇 过高的负担 一直好奇 为什么这样的龙虾叫太子 后来才知道 一般称特大的龙虾为皇帝 这个小一点的龙虾 自然成了皇帝的孩子 也就是太子了 这是龙虾合法捕捞的最小尺寸 以肉质紧实鲜甜 价格便宜 深受时刻的欢迎 波马的糖浩菜 每磅九毛八 很久没有看到一块以下的菜了 乍看还有些恍惚 以为看错了 确认后竟有点小小的想家 这可是全家人围着在一起打火锅 最爱下的青菜 黄肉木瓜 每磅两块六毛八 也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价了 还是黄肉的 特清甜 丰泰超市的私家果 每磅三块八毛八 这玩意一直价高 都是远远的看着它 看着价格还可以接受 问了一下旁边的员工 说是特好吃 值得一试 便买了一盒 回家吃了 味道特别浓润香甜 不是我们常吃水果的清甜 三药 每磅一块五毛九 这也是少有的价格了 三药一度卖过四块九毛九 夏德艾斯三药 也只能扰道走 看都不敢看一眼 现在好了 看来和国内贸易渠道已经畅通 价格很接地气了 猪扒 每磅两块五毛九 价格很好 只是要一块买 这块肉有四五磅吧 对普通家庭有点多 如果是大家庭 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Hmart的甜辣椒 每磅一块六毛八 初看的时候以为是秋葵 但又比秋葵小 细看标牌 才知是甜辣椒 平时没留意这东西 看价格不贵 又标明是甜的 就买了试试 谈不上好吃不好吃 全当补充维生素吧 黄肉桃 每磅一块二毛八 在这吃了好几年的桃子 什么白桃 水蜜桃 后来知道 黄肉桃 才是当地桃子的正统 这是当地特有的品种 皮薄 至多清甜 也因为皮太薄 经不起长途颠簸 只能在当地供应 也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肉质 苹果每磅一块四毛八 在眼下苹果一路上涨之时 这个价格算很难得了 最奇怪的是 这一阵买苹果经常翻车 不是酸了 就是里面棉了 好在对这家的水果 还是有信心的 平时只是太贵 不舍得买罢了 一走进superstore 就看见员工在这补货 有人没推车 也扛着米去付款 也难怪 这袋米才19块9毛7 有18.1公斤了 也就是40磅 这牌子平时建的不多 可标明是泰国香米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香蕉 每磅4毛8 这家香蕉卖6毛6 已经好几年了 一直没涨过价 想不到还有特价 这个价格一般都是香蕉 熟到差不多不能吃了 有的商家才标这个价 后面还看到他一盒一盒的新货商家 只能在心里给他一个赞了 FreshCore的鸡胸肉 每磅2块8毛8 这也是很难见到的价 3块这么大的鸡胸肉 也就7块多 有时想 很多食品在上涨 起码还有这么多特价物品 保证着人们的基本生活 还是挺温暖的 黄肉桃 两磅装 每盒2块8毛8 虽然比H Marley 稍微贵了一点 品质明显好得多 因为爱吃 在这里 还是多买了一盒 这罐果汁 1块8毛8 比原价便宜了2块多 在这样的夏天 喝起来折死清爽 还可以放到冰柜 做雪条 味道应该也不错 Safeway的牛肉末 每磅1块9毛9 平时这肉末 都要卖5块多的 它也标明了 便宜3块3 反正不管这里的价格多么贵 总会有一些商品 让你心动 让你温暖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对它不离不弃的原因 这一周 还有看见这个价必买的排骨 每磅3块9毛9 这样的排骨品质 也是难找第二家了 还有这每磅4块9毛9的金沙骨 肉质更好 一条骨一盒包装 更方便食用 这一周 最吸引人的 是鸡蛋 30个装 每盒4块9毛9 比Costco的还便宜呢 有白皮的 也有中皮的 白鸡蛋各大一点 棕色的各小一点 不会是土鸡蛋吧 管它呢 再笨 也是挑棕色的 好 这期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